今天呢 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南投五届霸屋颈放水造成了四个人不幸死亡的悲剧 而其实呢 就算是在行水区也是一样非常的危险 云林古坑乡呢 就有一位红系民众分享了一段 山区降雨的影片 那么一般来说 如果在下游 看到说这个河床干涸啊 或者是有涓涓流水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边应该是蛮安全的 可以在这边玩啊 或者是这个钓鱼等等的 但是没有想到 才不过30秒钟的时间 顺时间 滚滚大水呢 夹炸着枯木 就从山上整个冲下来 水位一转眼 整个暴涨上来 画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惊悚 他在11号上传脸书 原本就是希望能够警惕大家要注意 但是没有几个人注意到 直到五届霸的意外发生之后 才被人疯狂地转传 现在呢 已经超过4000多人按赞分享 山上在下雨 这边呢 雨还没有来 我们现在来实况拍摄一下 民众拿着手机朝古坑乡 新庄村十载坑溪拍摄 这时还可以看见干涸的溪床 看似平静和缓的行水区 殊不知下一秒 没拍了吗 你会去够没拍了 再看一次这画面 滚滚的雨水夹杂泥沙枯木 从上游宣泄而下 瞬间水位暴涨上来 让拍摄的民众直呼 这跑得掉吗 不到30秒钟的时间 卷卷细水瞬间变成滚滚河水 画面相当惊悚 而拍摄影片的红星民众说 这个月11号他上传脸书 希望提醒民众小心 但没有几个人关注 直到五戒霸意外发生后 才被人疯狂转传 希望能够达到那个精致效果 你要有一点概念 可以让预防 而效仿局人员也提醒民众注意 如果看到溪水变灼 或者是看天空乌云密布 听到频频的雷声 一定要赶快离开膝床 水流的流注增加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时候代表山上的大水 已经冲下来 这时候可能只剩下不到 10秒钟的一个逃生情况 很多时候山区下大雨 下游的民众根本没有感觉 而水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淹上来 流水无情 民众千万不能随便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 杰国正义云林报道